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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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进节目 我是石涛 天灭中共被香港人喊出来 那我们节目中喊的时间蛮长的 一直有人质问 但是呢 后来这质问声又小了 你老说天灭中共 到现在共产党也没灭 我们讲7的定数 是讲最长的 对头算快讲了一年了 等到了香港这地方 走到8月31号 7的定数是走得非常完美的 从6月9号到8月31号 整个事件走向了一个顶点 那当时是 12个星期的结束日 8月31号 12个星期的结束日 12个期走到头了 那我们后来就说 可能应该是9月7号 9月9号或者怎么样 就进入了9月份 对吧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说灾难将降临在中国大陆 好 说漏了 灾难降在中国大陆 事情走完了 第一波在中美贸易战 第二波香港 第三波是走在天灭中共上 第一波在这个贸易战 那叫人 第二波到香港 这叫地 今天第三波到中国大陆 这叫天灭中共 那到了天灭中共 人的嘴是说不对的 人的嘴是说不对的 所以人们只能追随 人们只能去理解 所以这个今天 如果你要不明白的话 这块肉白长了 上学 就像我说的说 越学越傻 真正生命来的 真正生命的属性来的 没有学出来的 马云瞎菜了 对不对 据说人退休 他在纽约州北部 买了个岛 113公里 有人给他算账 说花了2000万 要在上周买 买一个小岛 不仅用不了那么多钱 那岛呢 他是在湖边上 岛当然就在湖边上 反正他就花老了钱 把自己弄了一个退休的地方 后来 他看那篇文章 马云三次高考 考不上 考了三次没考上 但他就愿意学英文了 他就学英文了 他喜欢英文 这又出一个妖蛾子 高考考不上 出了这么个家伙 这么个家伙 今天说 那篇文章介绍的 英文介绍 说他很欣赏东方的哲学 很欣赏东方的哲学 什么呢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这事咋整 那你跟今天习近平叫板说 三十年河东 那就八九六四 他就三十年 你今天让他退休了 对不对 他退休哭了一通 后来我 后来我说什么东方哲学 他也是有使命的 他抱着王林不放 他抱着王林不放 后来有朋友看我节目说 说涛哥你说的是那么回事 他抱着王林不放 是因为有一个视频 记载当年王林 当着他这个 这个这个马云的面 穿个裤衩 那老爷们老穿裤衩 意思就是蛇没藏在身上 他空手抓 抓了一条野蛇 他俩朋友也挺逗 说抓了一条 你咋知道是野蛇咧 那咱就不知道 对吧 那他是王林一挥手蛇来了 那马云一挥手 裤腰带下来了 就这么点差距 是不是 他裤腰带下来了 这就是他的本事 他那个本事抓蛇 所以他有四百多亿 他他马云把四百多亿美元 都囊出去 他一抓还是裤腰带 这些道理在告诉人们 我们人的一生的背后的因素 超过我们现在表面 人的辉煌的一切 都是骗的 所以修行 李嘉诚说了一句 智慧源自于看破执着 花了十七亿 念了这么多年经 我没有任何埋态意思 就是说认知水平 相当浅薄 可他又是天意来的 因为在他的庙里是供水 他不点火 所以今天就反共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 这么说的 叶选平逝世 家族曾经因同情改革派被边缘化 这是后话 叶家的势力太大 叶家跟习近平家族呢 他习近平谈不上家族了 因为他就他父亲 儿子这辈呢 全都跑了 全都出国了 他只剩下一个习近平 所以因为他是在广东 客家人 习近平他爹 习仲勋同样是在广东 改革开放的年代 所以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他们同时呢 叶家跟赵紫阳家 关系不错 所以受到了邓小平等那一派 强硬派的排气 三十年前的故事 但对他们自身的本身影响有多大 只是他政治势力衰弱 然而在红二代上 他确实是有着他 举足轻重的地方 这么讲 比如说叶选平跟王震 王震的儿子 那跟他们不相上相 也就变成了 大家谁别碰谁 大家谁别惹谁 大家谁别惹谁 各据一方 所以中共的体制就是各据势力的概念 叶选平 95岁死了 红二代的核心人物 叶家 熊霸南岳 而且 凭借跟港澳多名红色资本家的关系 为广东带来投资引进技术 拍板多项大型基建 帮助了中国改革开放 你看 什么意思 家族势力 对吧 共产党就是家族势力 各巴一方 其实就跟那个 跟那个 格据的概念类似了 澳门赌王霍英东家 李嘉诚 都跟叶晶 叶建英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 你看他死这看劲 他这如死了 也就同时间 李嘉诚正遭到王沪宁的 野蛮的攻击 代表了客家帮 统领广东官场几十年 八九六四之后 他有所衰败 那这是朝起朝落 都是这样 对吧 那习近平今天走到这份上 有一天他完蛋的时候 你看他们 你看他家里 但他家里 其实后头没有人 所以这是 从中你可以看到 在中共体制之下 官场的这种概念 其实不是官场 全是势力来的 全是家族势力来的 那习近平的做法 打击了各家族真正的势力 他没有未来 所以这是今天 习近平面对的场面 愿荣光归香港 被称为新国歌 其实就是当天唱起来那一天 突然有人把它说成是香港国歌 但那个说法很快就削弱了 大家就不去定位 后来就干脆就不去定位 这个歌是什么歌了 他后来就变成了叫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代表性 在香港的各大购物中心 每个中心去几百人上千人 大家在定点晚上八点是八点半 一起唱这首歌 所以写这篇文章的人 就是这么讲 在星期四晚上 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的 二楼阳台 转过脸 试出掩盖自己的泪水 他很快意识到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人 另外一个女的销售员 也从店里跑出来 流着泪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同样 同行儿女 为正义为时代革命 所以这是革命的概念 在这里基本就是成型了 里面同样包含着中共 就是习近平的方德始终的概念 中共政权是革命来的 那他的命运将被香港的时代革命 革命而去 成百上千 参加一起唱这首歌 献给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进行曲 成为了这座城市非官方的送歌 九七回归后 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的香港人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首 用自己的母语 而不是英文或者普通话唱的歌曲 这是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样一首歌 但从来没有意识到过 愿荣光归香港 而这首歌的出现之前 是中共的中共国的国旗被降下 中共国的国旗被降下 三次被降下 8月31号赤纳粹的党旗 首次被展现出来 然后9月2号左右 这首歌逐渐出来 这首歌的创作 过程是令人感动的 他首要作曲者 用了一个假名 托马斯 歌词是在一个 已经成为抗议组织者 中心的论坛上 集思广义而成 他们还在网站上 录下自己唱的版本 最终合成目前的状况 还有什么比他更能有代表 我们这场无人领导的运动 我们不需要立法 告诉我们应该尊重什么歌 我们更不需要 粤语流行歌星 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 香港人有慧儿 有善心 那这是一首真正代表我们的 愿荣光归香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